法界大概就沒有意外啦 就一定是嚴壓了 那其實下一步就是剛剛將軍講的說 他要不要抗高的問題 他前面 他第一次被壓的時候 他後來宣布不抗高的時候 他說他要全力配合檢察官調查 就沒有全力配合 所以自己已經長嘴了 所以要繼續壓 他自己長嘴完之後 繼續壓他態度是不是要全力配合呢 他立場要不要改呢 他如果不全力配合 那當然抗高嘛 所以這是值得觀察 那我要這樣講是說 他必然會壓 是你看前面 他已經連續好幾個 從應小微 彭震生 然後到審慶金都壓 那這個尤其是審慶金的部分 他是行賄罪 行賄罪是相對輕罪的 相對輕罪 那相對輕罪的都收壓禁見 那同樣不認罪的再壓被告 柯文哲違背職務收賄罪 最重是無期徒刑的犯罪 整個參污之罪條裡面最重的 目前是柯文哲涉及 那這一個部分 審慶金都壓了 法理上面就沒有空間 說柯文哲不壓 所以這個是法理上面的道理 另外一個是其實更關鍵是說 橘子的角色 後來連刑事例都被破解了 那大家都知道說 至少柯文哲說謊 他說他就是選後去唱歌一次 後來被解密說 就是後面還有 之前還有這兩次 對 裡面見到的是誰 一個是認罪行賄的豬雅虎 尾雅虎來接 另外一個是目前收壓禁見 行賄罪收壓禁見的審慶金 還有橘子 那代表一件事情是說 你為什麼要說謊 你柯文哲為什麼要說謊 那除此之外 他還會形成一個說 橘子他是關鍵角色 橘子在這一個 都是共犯之間 兩個行賄罪被告 一個收賄罪被告 共犯之間 哪怕橘子沒有當 沒有行為分擔 他只是一般在場建 他就算只是在場募集 他都是關鍵角色 他在場募集 所以他至少這兩次的密會都在 這個其實這個證據 很強的可以告訴法官說 你這橘子沒有到 串政滅政都可能發生 所以這一定是積壓的理由 所以柯文哲今天被裁定 延長積壓 我認為這個是法界 大概是不意外 他也符合目前實務上面的 多數的判斷 電影律師 現在延壓已經確定了 壓 柯文哲要被壓 因為細節還沒有出來 不過基本上 不脫過去我們 這整個禮拜 我們在討論有關各個律師 其實不管哪一個律師 每一個的法律專業 他們的研判都是這個樣子 大家在實務界都這麼久 實務界都這麼覺得 沒有什麼意外 那你會怎麼看 延壓大概 大家都討論到 其實法界大概就沒有意外 就一定是延壓的 其實下一步就是 剛剛將軍講的說 他要不要抗告的問題 他前面 他第一次被壓的時候 他後來宣布不抗抗告的時候 他就說 他要全力配合檢察官調查 就沒有全力配合 所以自己已經長嘴了 所以要繼續壓 他自己長嘴完之後 繼續壓 他態度是不是要全力配合呢 立場要不要改 他如果不全力配合 那當然抗告 所以這是值得觀察 那我要這樣講是說 他必然會壓 是你看前面 他已經連續好幾個 從應曉威 彭震生 然後到審慶金都壓 那這個 尤其是審慶金的部分 他是行賄罪 行賄罪是相對輕罪的 相對輕罪 那相對輕罪的都收壓 禁見了 那同樣不認罪的再壓被告 柯文哲 違背職務收賄罪 最重是無期徒刑的犯罪 整個參污之罪條裡面最重的 目前是柯文哲涉及 那這一個部分 審慶金都壓了 法理上面就沒有空間 說柯文哲不壓 所以這個是法理上面的道理 另外一個是其實更關鍵是說 橘子的角色 後來連刑事例都被破解了 那大家都知道說 至少柯文哲說謊 他說他就是選後去唱歌一次 後來被解密說 就是後面還有 之前還有這兩次 裡面見到的是誰 一個是認罪行賄的豬雅虎 尾雅虎來接 另外一個是目前收壓禁見 行賄罪收他禁見的審慶金 還有橘子 那代表一件事情是說 你為什麼要說謊 你柯文哲為什麼要說謊 那除此之外 他還會形成一個說 橘子他是關鍵角色 橘子在這一個 都是共犯之間 兩個行賄罪被告 一個收賄罪被告 共犯之間 哪怕橘子沒有當 沒有行為分擔 他只是一般在場建物 他就算只是在場募集 他都是關鍵角色 他在場募集 所以他至少這兩次的密會都在 這個其實這個證據 很強的可以告訴法官說 你這橘子沒有到 串政滅政都可能發生 所以這一定是積壓的理由 所以柯文哲今天被裁定 延長積壓 我認為這個是法界 大概是不意外 他也符合目前實務上面的 多數的判斷 剛剛我要特別講說 字畫的問題 字畫其實在法界 其實是有過的案例 字畫 因為藝術品這件事情 他的價值多到 柯文哲為什麼把字畫帶回去 他價值多少 這件事情 其實如果是名畫 那就不 那個價值就很難講 法界過去有 高院有一個法官楊姓法官 他就是用古董 用古董古董藝術品去洗錢 後來被抓到洗兩億 然後被抓了嘛 就被抓了 政極專案抓到了 後面還有一個雲林地檢署 徐姓檢察官 他叫他哥哥開畫廊 相關的收會都賣畫 那個畫的價值就是自己喊 所以字畫這件事情 在法界是敏感的 過去你看高院的法官 地檢署的檢察官 用藝術品的方式在洗錢 那何文哲為什麼把這個字畫帶走 這個起人一逗 我覺得這件事情要查清楚 另外剛才那個冠連特別講 我要講 那個其實如果是冠連 剛剛接獲的那個爆料 他其實是檢察官會在分案的 會在另外翻出來 他是不違背職務收會罪 我今天用公權力 市長官公權力去派讀董 那是市民給他的權利 那如果你在前面就跟他約好說 你那個錢多少錢要繳回來 他繳回來只有一個情況是不犯法 繳回四庫 因為是公權力 公權力派你如果你這些人都是回繳 全部捐給四庫 只有這個時候 所以是民眾黨是不行的 民眾黨不行 如果他是給民眾黨的話 他就變成加強版的徐永明 為什麼加強版 徐永明兩百萬是沒拿到的 他只是約定被行賄者 錢勒 錢勒 好他沒拿到 行賄者說 我那個時候請立委 去用行使職權辦公廳會 然後叫部會的來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跟你約定好兩百萬是捐 那個當時時代力量的政治現金專戶 只這樣子約定 錢還沒進來就被搜網 那搜網之後 現在判七年四個月 不違背職務收回罪 他是比柯文哲的違背職務收回罪 還要輕一點的犯罪 七年以上 那如果照慣聯所講的 他現階段的那個 要繳五百萬回來 不論他是一年兩年 如果他是已經約定好 說我今天派任你擔任讀董 是我市長的職權派你去 就你要繳回來 不論是交到市長的私人的 這個相關的什麼網軍的運作 或者是剛才灌聯講的說 就算回到民眾黨 他民眾黨的負責人是誰 柯文哲 所以同樣的 我說他變成加強版的徐永明 在法院的見解上面就是說 你只要跟這個職務 跟職權公權力 形成對價關係 我哪怕說我今天派任你 派任的職權 然後跟後面的這個錢 有對價性 這一個部分會變成 另外再分一個案出來 因為他是不違背職務收賄罪的典型 所以今天爆料者 如果跟冠聯講 他後面如果說 在道義上面 檢察官如果能夠傳喚 就相關的 這我就要釐清 為什麼不能把公權力 尤其是我們跟民間之間 你市府也是有股權 那股權是市庫的市民的 不是他私人的 不是柯文哲私人的 如果你把他派任的這件事情 可以拿成對價 可以變成好像跟買關賣關 那種一樣的情況的話 這個是敗壞就整個 整個官場文化就被敗壞掉 所以這件事情是 可能會再分案的 所以我聽完之後 其實有點覺得 哇 這個怎麼一直在開花 鋼上開花 一直在開花 因為其實警察官在辦 違背職務收賄罪 今天升壓延壓成功 已經很不容易了 但是後面陸續爆出來的 如果在市長的任內 他就已經開始在換算錢 你看字畫的事情 他那個是價值多少 尤其還是跟市府有關係的人 送的字畫 價值多少要查 除此之外 冠連所爆的那個料 是不是有不違背職務收賄罪 七年以上徒刑 要不要另外分案 我覺得值得注意